大家好,我是陳唐山 上個禮拜,美國聯邦眾議院美中戰爭競爭特別委員會 在紐約舉行一個台海危機 對金融跟經濟衝擊的兵器推延 參加人員除了國會議員 包括美國金融界跟商業界的高層 推延這個結果顯示 假如現在切斷流入中國的關鍵領域資本 並且把供應人移至中國 這樣就可以避免未來衝擊全球的重大危機 美國眾議院眾議員Michael Gallinger表示 美國政府沒有正視臺灣危機 對全球金融跟經濟的衝擊 如果中國來封守臺灣的話 全球經濟可能要付出好幾兆美元的一個代價 一旦中國是新臺灣 就會發生全球航道關閉了 股市急速下跌 供應鏈崩潰了一共經濟危機 進而導致全球金融體系的紛亂 所以現在如果讓中國漲偶大量的關鍵氣勢 跟重要的供應鏈 那就會變成全球的潛在危機 透過這張兵器推演可以讓我們瞭解 為了防止中國侵犯臺灣 那就必須要避免讓中國掌握對外動物的關鍵氣勢 資本跟供應人 如果要探討具體做完 那我用簡單一句話來說 就是不能把這個投資重點都放在中國 這樣子才不會讓這個胃口越來越大的老虎 又裝上一對這個翅膀 那過去中國一直是臺灣對外投資的一個最大市場 2011年曾經高達我國對外投資比重的83.8% 那不過最近幾年來一直在這個縮減一直在下降 到今年只剩下17.6% 那根據最近經濟部這個公佈的資料 今年上半年臺灣對東西的這個投資金額跟比重呢 都已經超過對中國的一個投資 那投資重心也從這個傳統產業轉向這個資訊電子產業 東西的重要性這個不斷的在上升 那同時我國對印度市場的一個投資規模也越來越大 那這個已經大幅的成長這個三倍 那這些現象就證明我國產業 這個企業在供應鏈這個充值的趨速下呢 正在調整整個經營環境的一個布局 那不再像過去那樣一波風集中在這個中國的市場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那就是因為中國這個經濟這個在疫情之後呢 開始走下坡 例如中國六大內需這個產業的這個水泥 造紙、白貨、餐飲、食品跟衣免業 疫情以前呢 它從疫情以前的這個2019年 還有這個19.05億元的這個增利 到了2022年只剩下1.5億美元 那面對中國內部經濟大衰退這個情況來看呢 那台商這個也跟著出現這個虧損 還有中國這個工資也在上漲 環保要求這個提高跟優惠這個政策的消失 那整個一個經營環境變得越來越困難 那如果再加上動不動就把人當成這個 監點這個這個恐怖手段 那更讓這個台商這個人心紅紅 隨著這個地緣政治變化跟供應鏈重置的一種效應 東南亞已經成為這個國際這個布局的優先考量 不只是吸引這個台商投資 美國、日本跟這個韓國也積極在東南亞這個布局 創造新的一個產業聚落 這一波產業移動的現象 包括我國半導體這個業者前往美國跟日本市場 這個都是企業這個企業盤這個整實 這個實力之後再出發的一個具體作為 在這一段新的趨勢之下 我國透過這個分散布局的一種策略 除了可以重新提升提升這個台灣的經濟實力 更重要的意義就是避免中國這個掌握關鍵機制 跟供應鏈的這個優勢 變成威脅區域安全的這個威權源頭 那過去30年台商大量投資中國市場 我國對我投資比重嚴重的失衡 但是當前的國際這個震驚情勢告訴我們 過度投資中國不但是對企業的布局是不利 更會危害到自己國家的安全 那現在這個經過這個中美貿易戰跟這個COVID-19 這個衝擊之後呢 台灣的企業已經開始 這個思考真正的全球化的布局 雖然受到國際地位的限制 那我國很難這個透過牽扯這個重要經貿協定 來進行這個經濟整合 但是我相信以台商長期在艱困環境當中 這個展現出來這個堅韌活力跟這個應變的能力 我們一定可以這個透過重新這個布局 再度創造經濟的優勢 並對國家的經濟安全 這是很大的一種貢獻 再一次謝謝大家